有人问,佛教是重男轻女的,对吗? 在上座部的南传佛教,比较重视比丘的身份,无形之中有重男轻女的观念,因为佛陀对比丘们常常告诫女色的可怕,女色是魔是蛇。 其实,佛陀的本怀未必重男轻女,因为色欲是属于男女双方的,对男众说女色可验,对女众说男色岂不也是可验。 所以,从学佛正果的观点上说,男女是平等的,女人除了必须转了丈夫身才能成佛之外,至于成罗汉,成菩萨,根本是没有男女差别的。 比如观音常献女身,也唯有女人的气质,最能近乎慈悲的菩萨精神,佛也常说以慈悲为女。 女人所缺少的是刚强勇猛的魄力,故在佛经中,以为女人不能做统治四天下的转轮圣王罢了。